如果你被保安抓住了 你会怎么做 接下来就由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师兄一个爆摔将我按倒在地上 我竟然反手将他靠了起来 第三招 假装自己被抓住 然后趁其不被反败为胜 刚刚接到报警 有四名歹徒正在打劫一家店铺 我迅速出警赶了过去 我准备孤身一人抓捕四名罪犯 我直接飞上去一脚踹倒一人 然后抡起我的左勾拳右勾拳 朝对方脸上打了过去 不过对方人多势众 我双拳难敌四手 溜了溜了 我忽然想到一个好主意 既然我打不过就把他们塞进车里 然后一个个塞 一个个打 这个办法果然不错 后备箱里还能塞一个 我很轻松地抓捕了三名罪犯 现在该轮到最后一个 对方仍旧负于顽抗 我直接使用了魔法攻击 犯罪分子已经成功被我抓获了 社区恢复了往日的明镜 此时已经是新年了 不过干我们这一行的没有休息 这位喷火的大哥 你这样容易引发火灾隐患 万一着火了怎么办 还有这位燃放烟花爆竹的大神 要是吓坏小朋友 可就不好了 这边还有拍照的记者 来给我也来一张 记得把我拍得帅一些 除了打架斗殴之外 路边抽烟的市民也归我管 这位先生你不知道吗 吸烟有害健康 走 跟我回去接受调查 上夜班也是很辛苦的 老板给我来碗酸辣粉 真香啊 这边有位师兄也在吸烟 我是一个正直的人 不管对方是谁 照抓不 我是你个拐 你这个招老头姐坏得好